这是什么比赛,安塞隆就能被36岁的李仲伟吊打,嘴里还抱着出口 这是什么比赛,安塞隆输球一瞬间礼貌露摔球派泄愤 这是彻底被李仲伟打击眼的 这是2018年汤姆斯被李仲伟对阵安塞隆 当时的安塞隆世界第一,李仲伟已经36岁的高龄 但是就这样年老的李仲伟居然打得安塞隆破防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李仲伟第一局就开始爆发了,安塞隆的后场球直接调杀,再扑杀 镜头还没有切过来,又是一个披杀 又是一个突击直线,安塞隆控球有点控不住啊 安塞隆这个控球和李仲伟确实有点差距,连续被扣杀 李仲伟这是变了,直接一个轻放,安塞隆感觉就是被细耍 这个回放非常细节,机会来了,好球,像这种球就没办法了 李仲伟又是一个披杀得丑,用安塞隆的方式打安塞隆 李仲伟这球失误了,安塞隆追到了9比11,当你以为安塞隆要爆发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李仲伟的表演了 后场披杀对角往前展的衔接,太漂亮了 防守真好啊,然后又是一个静静的滑拍,好球啊 发球直接杀追身,安塞隆作为世界第一,当时的控球水平还是差了点意思 又是一派打死,你相信这是36岁的老将吗,我说他26岁你多信吧 再来披杀,往前进放,好球离中尾16比9领先了 发球又是一派,我的天哪,安塞隆已经在马哈伦了 心态完全崩了,自己的杀球也出现 连续失误,安塞隆已经不想打这一局了 最后安塞隆又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出现 李仲伟21比9帅前拿下第一局,最后打了一波10比0 第2局比赛,李仲伟11比9领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对决 安塞隆打了一个滚网球,运气不错 李仲伟这个招牌接发球真是防不释放,有人知道这技术动作是什么吗 安塞隆这球打得不错,防住之后直接蹲在网口等球了 在绿历这落点不到位,李仲伟回进一个,这才是落点 这又是打落点 又一个滚网 这是什么神仙运气 厉害呀 这球打得如此的潇洒 又是一个披杀 安山龙也已经打开了 这种扣杀下来就没人放得住了 放网质量太高了呀 安山龙能够有这样的放网技术 也是他成为现在与他王者的原因之一 离开这种回放太厉害了 在扣杀进购完之后 立马能够回到网前高质量回放 技术太好了 离中尾批杀 好球 一爆之爆 他后场非常好 再来跳伤 好球啊 安山龙也来了一个 这一场真的就是进攻打斩 又是这个接发 然后再高对角 安山龙尽力了 这拿林丹来也难受 桥王是真快呀 安山龙很多球都知道李正伟要高对角 所以就一直守着王后为止 19比19了 安山龙关键时刻失误了 李正伟拉到了赛点 直接推接身 李正伟赢了 安山龙非常生气 直接入帅球拍戏分 这一场比赛 他打的确实太憋屈了 李正伟用行动高赏安山龙 虽然我36岁 但是李依然惹不起 如果我年轻 你估计天天要摔拍了 我们一定要齐 您参照 以晟 蜂